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代糖 代糖越来越受欢迎 因为比想减肥的人 他又没有热量 比糖尿病患者 他又不会升血糖 今天我们来看看 一般市面上可以找到的代糖 我将代糖分为 人造和天然存在的代糖 我们先看看人造的代糖 最常见的就是 亚斯巴田 Aselfine K Sucralose Saccharine 这些代糖全部都是科学家无意中发现出来的 最初是一些科学家用化学反应 去制造一些新的化学物给其他用处 但是没有洗手或者手势不干净 不小心舔到手指 才发现到原来这些化学物是甜的 但由于我们身体是消化不了这些化学物质 他们就提高不了任何热量 我们通常会在母糖或者低卡的香口胶 薄荷糖、汽水等等找到这些代糖 要留意的是 有PKU的人 是不可以吃亚斯巴田 因为亚斯巴田是由PKU做出来的 根据今天的食品安全 他们说全部都可以安全食用 例如亚斯巴田的Aceptible Daily Intake ADI 是说每公斤可以吃40毫克 即使给一个60公斤的人 是大约2400毫克 如果用Dial Code来看 是大约一天喝12罐的Dial Code 其实真的很难超过ADI所建议的 但最近亚斯巴田是IARC 被归类为2B 只是说它可能会导致致癌 但证据不够 而根据WHO今年的7月14日 发布的风险评估 如果亚斯巴田食用低过ADI 是没问题的 那我又怎样看呢 ADI所建议一天不超过每公斤体重40毫克 是不是代表每天你吃38毫克就一定没事 吃42毫克就一定出事 我们的身体是没那么简单的 我觉得天然界完全没有出现过这些合成的东西 是不应该吃入肚子的 但Let's be real 我们在今天是没可能可以完全避免了 所以来不来吃下来挂口印真的不是很大问题 但我自己可以避得避难 我们再看下一个 天然存在的代糖有分类为提取物和人造 提取物是指从天然食物提取再蒸制出来的糖 甜菊糖是从甜菊叶提取的 鹿汉果糖是从鹿汉果提取的 很多人说他们吃了这两种糖是会有些后味 有些会有甘甜味 有些会有苦结味 有些藏商就会加一些过程去减少这些后味 由于这些糖的甜度是砂糖的200倍以上 所以用的份量是极少的 市面上可以找到的是粉状、粒状和液体状 但通常鹿汉果糖会贵些 像这个例子一样 同样的牌子 但鹿汉果糖是比甜菊糖贵的 但很多人又不习惯用这么少的代糖 一直觉得硬是落不够 或者一落就容易落得太多 所以很多厂商会添加其他东西来增大份量 令这些代糖比较容易行量 用的份量就接近砂糖的份量一样 像这个牌子就加了赤组糖醇 份量加大了 和可以减少一些鹿汉果糖的苦结味 但就会吃到赤组糖醇 有些人就不喜欢赤组糖醇 或者他的肚子是不受得糖醇的 所以就要看看你想找的是醇的 或者是混合的代糖 我刚才所说的全部都可以在ihock找到 连结都可以在影片下面找到 大衣3我们看天然存在的人造代糖 这种代糖可以略略被归类为天然代糖 是因为赤组中 例如蔬菜、水果、菇类都可以找到这些代糖 但由于份量太少了 从天然食物提取 需要很大量的原材料才可以拿到一点点 然后就发现到 原来可以经过发酵或者化学过程制造出来的 所以现在大多数这个组别的代糖 都是用粟米所提取的果糖或者葡萄糖 制造出来的 如果它没有标榜有机的话 大多数都是用基因改造的粟米制造出来的 所以技术来说 它们是一种人造的天然代糖 就好像维他命C 天然食物所含的维他命C 只是complex里面的一小部分 可以提取的维他命C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现在大多数市面上所卖的维他命C 都是人工合成出来的维他命C 因为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可以由便宜大量去制造 我在这个影片有解释过 在这一类里面 大部分都是sugar alcohol 糖醇或者Allelos Allelos Allelos又被称为稀有糖 只有尺寿糖醇和Allelos 每一刻里面有少过0.5的卡路里 是很接近0卡的 Sobito和Zalito每一刻有2.5的卡路里 一般砂糖是有4个卡路里 但是由于它们和砂糖的代謝途径是不同的 所以就算吃下去有卡路里 也不会升血糖 那我们身体吃了代糖 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食入肚的Sobito和Zalito 大约50%会去到大肠里面 在大肠被肠道菌菌发酵 成为short chain fatty acids和气体 食得多便会有胃脏风 这也是因人意义 而尺度糖醇 大约会有10%去到肠道菌菌被发酵 所以食得多都是一样会有胃脏气 Ellulose不是一种糖醇 它是一种稀有的蛋糖 Mono Saccharide 根据目前的研究钢 食入肚的Ellulose 大多数都会直入直出 身体不单止不会消化去 去到大肠里面 它都不容易被肠道菌菌发酵 大多数食了的人都是说没事的 但是也有人报告说 食了依然会有些胃脏气 因为每个人的肠道菌菌是很不同的 还有因为这种代糖是不新 所以在欧洲和加拿大 他们说要看好一点才再批 在这一组人工合成的天然代糖里面 暂时报告最少苦作用的 就是赤组糖醇和Ellulose 但是要提醒大家 这些天然代糖虽然是天然的 但是在天然食物里面 他们绝对不会那么高的分量 和那么浓缩 标榜天然 不是给你一个绿灯去放肆感性 无论是人造或者天然代糖也好 根据今天的认知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说食了这些东西一定会致压 可以全部都可以安全食用 如果你是一位糖尿病患者 或者想控制体重 可以耐不耐用代糖过口印 但是不是去濫用这些代糖 去继续维养你的糖癮 WHO今年也有发布过 讲过长远来看代糖对体重控制 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要改变饮食习惯 学会血糖控制更重要 因为根源是你太喜欢吃甜的东西 或者你饮食不好令到血糖控制得不好 而代糖是自嫌到你的本 并不是代糖不好 但是并不是去解决糖癮的最终方法 还有这些代糖 我们要知道就算吃了 身体没有什么反应 研究也有显示 多多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胃口 长途菌菌 长途的健康 还有有些报告甚至有说 就算没有影响血糖 但是都会对胰道素有点影响 关于这方面 我今天就不说了 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话 就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给个like 订阅和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